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五月不少录剧收拾口碑表现得不错呢 像是景博然主演的新生 在中国优酷站内热度中颇8000 张星成同谣的微暗之火 豆瓣收获7.6的评分 秦俊杰和刘宇宁的天行剑 其实也挺好看的 质感很好 就是宣发少 而最近那月也发生了不少 引发大家讨论的大瓜 跟君君一起来看看吧 一 庆余年第二季 片酬内幕曝光 庆余年是一部穿越古装剧 张若云饰演的范贤 凭借着现代人的智慧 在古代的官场权谋 一路打怪杀敌 成为近年继狼牙榜后 最好看的权谋剧 时光五年 万众继带的古装权谋剧 庆余年第二季已经官宣定到 将在16日播出 剧组还开启了四成寻应礼 为剧造势宣传如火如荼 近来网络流出主要演员的片酬收入 愿引发热议 男主角张若云被爆 八百万人民币 虽然与第一季时差不多 未有明显涨价 但仍是全剧演员拼酬最高 比排在第二的资深戏骨 陈道明 多了八百万人民币 面子里子都风光 网络也分析张若云 作为贯穿全剧的大男主 酬劳最高自是合情合理 而且他在五年前 演第一季时就拿了 两千七百万人民币 考量如今人气 以不同以往的情况下 第二季却只多了一百万人民币 一死一下 无疑是体现 他与剧组关系良好 以及对这部戏的重视 毕竟比起金钱 他与清余年更多的是 相互成就 陈道明扮演 一正一邪的庆帝 也是范贤张若云的 亲生父亲 戏中 位高权重 戏外 片酬也不低 片酬约两千万人民币 虽然他在第二季的戏份 并不算太多 能拿到如此高的酬劳的关键 一般认为 是基于他出色的演技 能为戏加分 还有他在圈内的影响力会让剧集更具分量 至于扮演范贤新上任林婉儿一角的李庆 在这部以男性为主的作品中 单纲相编女主角 酬劳约是六百万人民币 虽然与张若云的身价差了快五倍 但已是全剧组第三高 饰演海棠多多的星之磊 其实与李庆拿的差不多 只少了五十万人民币 他的角色能文能武 相当讨喜 可惜拍的时候让他爆红的繁花还没推出 不然酬劳肯定翻了好几倍 最让人意外的是 扮演范贤的妹妹 范若若的宋毅 片酬只有两百万人民币 与张若云足足差了十四倍 依如今 他平常风度等剧大受欢迎的热度 再怎么样也应该拿得和李庆 心之类差不多 外界猜测 他是重在参与 跟长公主李小冉 往起年天宇也只拿一百八十万 一百五十万人民币的友情价一样 考量千余年是古装王炸剧 能嘎上一绝 后续所能得到的红利 才是无比巨大的 二 林更新与刘亦飞拍新剧后 考博士班 林更新过去评步不惊心 楚桥传爆红 近来 评二大赵林的于凤星 再度翻红成陆剧男神 他跟刘亦飞霍建华主演的新剧 《玫瑰的故事》 将在六月播出 目前预约人数已破两百万 加上林更新还爆出 将跟新生带陆剧女神 赵露丝合作新剧 《说客》引爆全网期待 不过如今已经36岁的林更新 日前竟然出现在 母校上海戏剧学院 2024年 博士研究生副室名单中 网友原本以为是单纯壮名 随后 小方回应 证实正是演员林更新本人 消息震惊全网登上热搜 林更新毕与上海戏剧学院 他2018年担任综艺 三个院子的固定嘉宾时 曾透露 我晚上得看书呢 我那个研究生论文还没写完呢 能得知 他当时就在念研究所硕士 同样是上海戏剧学院 只不过因为林更新 平时形象搞笑 甚至有些点儿郎当 当时 网友都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吹牛 如今他报考博士消息曝光 网友才惊觉 林更新私下 其实很努力精进自己 虽然留言区 仍是猛亏他一番表示 真的假的呀 他这碎耍考博士 我以为他只晓得耍朋友 打游戏 欲网红 对不起我错了 哎呀 林更新是大致若鱼 表面看起来是帅气的笨蛋 还有家伙 看不出来闷声干大事呢 但依旧纷纷力挺他 考博顺利 据悉博士副试面试将在六月进行 上系校方人员表示 每位考生都一样 不会存在特殊对待 此外网友也注意到 林更新在名单上的栏位 附著需同等学历加试 网友分析 林更新先前念的音是在职硕士 有学位证明 但没有毕业证书 所以如今考博士才需要加试 而他现在要考的是 上系全日制博士 学至四年 在校学习 限三至六年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考上 林更新工作量将锐减 拿到博士学位 最快也已经四十岁 但若考上 他在演艺圈地位 又将更上一层楼 网友推测 林更新应是在位日后直牙铺路 即便成家立业后 无法经常拍戏 还是能当大学教授教书 也是不错的出路 三 黎同修徒过头 壮脸白露 还被炮轰不经验 黎同凭借狂飙 苍蓝绝爆红后 近期与莲花楼成艺 一连拍摄英雄志 虎牙小虎鸟王全片 两部新剧 未来备受看好 黎同目前正与一念观山 刘亦宁大当拍摄新剧 书卷一梦 书卷一梦 改编自中国作家 千山查克著作 重生至敌女霍飞 但在影视化的过程中 编剧有大幅修改剧情 人物名称 与原著相似度极低 因此 宁萌影视 也将这部剧定调为原创剧本 剧中宋小虞 黎同事 意外穿越进剧本世界 变成宋一梦 但无论她如何努力 逃避原先既有设定 剧情都会将她推往 男主角南恒身边 上演宋小虞 和心狠手辣的夺命卷王 南恒间的极限拉扯 说卷一梦 官宣演员阵容时 也掀起了一波争议 虽然黎同出道多年 但尚未担任过一番女主角 而刘亦宁与刘诗诗 搭档演出 一年观山爆红后 人气水涨船高 她又与九五后小花之首 赵乐斯搭档演出 朱莲玉木 不少人认为 她应该要晋升一番男主角 没想到这部戏的咖位 又低于李一同 因此双方粉丝 争执不休 李一同首度担任一番女主角 外界瞩目度也变高 有网友发现 她的剧照中 有一张脸型较为修长 而她本人的下巴比较短 疑似是刻意修成瓜子脸 不少人一眼看过去 以为是另一女星白露 而这张照片 她的手上拿着卷起来的画 没想到大拇指竟然长得不可思议 被亏为了要向白露 居然让手指披到变形 另外李一同与欧豪新剧 不可告人 在近期播出 她在剧中演出女警 让网友耳目一新 八日 她与欧豪直播宣传时 竟大啦啦的穿着书卷一梦 尚未曝光的新造型直播 对古装剧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服装造型 很多剧组都会刻意 防范造型提前流出 不少网友认为 她不仅修图修过头 对装造也不够严谨 指护她不够敬业 四 王楚然新剧 合作李鸿意 有番白眼 全网开算 王楚然2016年 在古装剧将军在上 演出倾国倾城的表妹 柳希英 展露头角 更因五官精致和古运气质 被誉为小刘一飞 去年王楚然 那当杨阳主演的消防爱情剧 《我的人间烟火》播出 两人在拍摄期就爆出热恋 让该剧开播几成焦点 资料播出后 杨阳挨劈演技油腻 王楚然则被劈 细里细外都是恋爱脑 使得该剧复评连连 成为年度烂剧 随着《我的人间烟火》 扶评发酵 王楚然后来还爆出 在片场耍大牌黑料 加上她经常被拍到臭脸 分白眼等表情 王楚然连挂热搜被骂好几天 路人员跌到谷底 随后王楚然与张王毅 合作柳州济史 他明显着注意到要表情管理 甚至被拍到不少笑容可掘的路透照 加上他在片场 经常请工作人员喝饮料 似乎下定决心要力甩负评 王楚然如今与李红毅 在拍古装新剧《风影燃眉香》 已经几乎没被拍到分白眼臭脸 绝美造型更生活好评 加上他参演的《庆余年第二季》即将开播 网友对他好感度也逐渐回升 没想到他日前下戏又被拍到变脸翻白眼 仙女形象再度一秒破功 画面中只见王楚然虽然古装装发威胁 但已换成白T外搭灰色西装套装的私服 他大步迈向保姆车 一旁帮他撑伞的助理紧跟在后 王楚然见到迎接他的粉丝 微笑了一下还手笔半心 但不出三秒他将手放下 秒变臭脸 还有手头顶了一下塞帮子 再度被网友酸爆 要不就别饮夜直接走过去 要不就正常点 别假笑完右顶塞翻白眼的 显得人品有问题 装都懒得装吗 这是感觉他要打手机了 他为什么老有这种刻薄表情 一副小太妹的作风 好了 看完以上近期内余发生的四个大褂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 坐下来 坐下好 hogy 变 Queens 感谢观看